餐桌上簡單的肉汁配飯加上一盤高麗菜 這是小翔一整天的營養來源 我喜歡帶著皮和相機一起去 溫習功課小翔沒有專屬書桌 熱光燈壞了只能看微弱的燈光看書 想洗澡得燒睡才能度過寒冬 母親早逝和爸爸相依為命 才國小五年級的小翔還得身兼母職 照顧兩歲大的侄子 要睡覺三個人只能擠在小小的木板床上 像小翔這樣生活困苦的孩子 全台每五個小朋友就有一個 衣服也穿不暖 晚上睡覺的時候也不會暖 甚至要洗澡的時候要洗個熱水澡 可能都是很困難的 貧困家庭需要愛心協助 去年募款三個月就有一億 但今年12月開始到現在卻只有3000萬 比去年同期少了2000萬 近期回升但捐款食物並沒有因此增加 對這些孩子來說唯有更多愛心才能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其實我們看重M型的社會很多家庭的小朋友 他因為家裡貧窮所以他受到了教育 就相形下就比較起來跟其他人就比較不平等 就不平等怎麼講他可能回家還要忙家事 他可能他沒辦法請人家來幫他補習 所以有錢的人或者家庭不能講有錢稍微好一點 他小孩去補習 他花了就講每個人的腦力差不多的話 他將來考試就考比你好 他就進國立大學享受國家的最優惠的學費 那小翔這樣的小朋友他要幫家裡做家事 他用在功課的時間少 他將來考上了就是私立大學要付最高的學費 國家給他的資助是最少 這樣世代下來的話他就變成一個世襲 因為他一個教育制度造成的 因為他貧固造成的 然後造成的這種教育 他就永遠在社會上比較低階下的 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所以我們擔心這個問題 姚老師 對 你講的就是馬克思講的基本道理 他是會惡性循環到好幾代 所以我先講幾個數字 像這樣子的家庭 月收入低於兩萬 一年不到三十萬 在台灣連同家屬兩百多萬人 月收入對於三萬的將近四百萬人 誰說我們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憲法好像比交通規則還差了 憲法明文規定 漲駕歸功 誰敢朝土地啊 兩億百多年了 多虧國民黨現在還有資格講 他是你松山先生的信徒 所以奢侈稅我非常贊成 這只是一小滴水而已 它不夠深刻也不夠長遠 而是要整體的 你按照憲法所規定的 土地 房屋不是商品 來制定政策 德國 歐洲 在法國 德國 都做得很好嘛 誰說台灣做不成 雖然我們有我們很深的 有地私有財的 資本的觀念 文化觀念 很多抵抗 可是我絕對相信 絕大多數的民眾 會支持實現這樣政策的政府 因為他們才是真正的多數嘛 有錢人他們雖然會造成 剛才小董所講的循環 可是他們的選票最少 他們只占百分之五百分之十啊 等於收入戶選票最多 你一定要做出對他們最有利的 你是那個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七十五倍 我現在讓大家知道一下實際的數字 百分之十的最高跟最低的百分之十 中間才差二十八倍是差多少 那個百分之十只有九點九萬年收入 那我說明一下 這兩百八十萬的前面百分之十的 其中我隨便舉個例子 剛剛講到稅制的問題 像那個股是股票的 剛所得稅 股票線只刻交易 年收入一千萬以上的 按照這個百分之十裡面 有一批年收入 他們的股利平均一千八百多萬 一毛錢稅沒收 你覺得這樣子叫做民生主義的國家 這個能夠叫做公平的制度嗎 這個已經不是什麼奢侈稅的問題 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現在而這個問題如果不重視 我認為就像消毒 他會越來越後 有一些人 他一代兩代都沒有辦法翻身 其實我剛聽到姚老師講這一段 我有個很深的感觸 其實台灣不是一個人很多的國家 就那麼兩千三百萬人 如果我們做一個非常徹底的 在一個經濟條件上的普查 我們給最低的百分之五的家庭裡頭 有兒童的 我們知道這些小孩子 剛看到這個桶子裡頭 他沒有書桌可以用 他沒有燈可以用 他沒有床可以睡 我們就從百分之五的家庭裡頭 挑出幾千個孩子好了 政府配一套給你好了 我覺得其實也不要多少錢 可是為什麼會讓這些孩子 在邊緣裡頭不斷的這種 struggling 看了非常的心疼 我常常看到一種 這是台灣是兩個社會 我有些朋友家裡是幾個用人的 幾個孩子配幾個用人的 或者是說像這些小孩子裡 我今天看到一個最新的消息說 要來推所謂八千塊的 第一的一種托因 這種家庭八千塊都給不起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地方 其實政府是不是應該一種 比較全面性接管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可以來做一些討論 你知道其實會有這樣子說 沒有燈 然後沒有辦法看書 甚至於可能家裡頭家徒四壁 這個裡面你還可以看到肉汁 你有一些打在冰箱裡頭 那根本就是裡面其實都是腐壞的 可是他們要吃肉 因為那是他們僅存的食物 這都是我們的社會福利工作 出了嚴重的病 照道理 我們現在的社會救助法 你認為這些算不算是中低收入戶 絕對是嗎 絕對是嘛 可是很奇怪 我們社會救助法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門檻 所以以至於這些人 是沒有辦法申請社會救助的 比如說他可能有一個不負責任的爸爸 不負責任的媽媽 他有啊 爸爸媽媽去哪裡不知道 可是有 那這些人就要設算所得 有個壯念人 應該理論上是他撫養的 那既然是理論上他撫養的 那你有一個這個爸爸媽媽在撫養 對不起你就不符合社會救助的條件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 家裡頭有一棟房子超過四百萬以上 這個在台北是最容易出現的 超過四百萬以上 公告限制超過四百萬 我可能有一個 是根本不能賣的公共設施的用地 老祖先傳傳下來 所有的土地都賣光了 只剩下那個公共設施用地沒辦法賣 公告限制超過四百萬 對不起你連賣都不能賣 然後政府又不跟你徵收 結果有一塊地在那個地方 可是你沒有錢 然後這個人不能夠領社會救助 這我想這個就已經 速如一定是接到很多類似這樣的看法 所以我們的問題是出在 我們的社會福利工作有一些 我們不是用人在做社會福利工作 我們是用很多條條框框 在做社會福利工作 一定有一些真正弱勢的人 我們一看就知道他弱勢 只要有社工來去看 就知道他是弱勢的人 可是我們沒有給他任何社會救助 照道理如果我們這些人 都納入社會救助 他至少 我不敢講說他生活會很好 但至少會有一個基本條件 還算勉強可以過日子 絕對不是到那樣子的一個程度 所以他是社會救助病了 我們的社會福利工作病了 才會出現 我不是說他們就會過得很好 至少基本條件 就是說政府買一套吧 我幾千個小朋友買一套桌子床 只是政府的眼中 認定他不叫做中低收入 我這邊要再補充 那個鳳馨姐剛講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就變成說 我只是刑事的來救助 不是辭職的 像他剛講很多的案子 我都選民部都碰到 因為他的規定就是說 我如果是直系血清 像我常常在長期關心獨居老人 那他的孩子有不動產 那他也納入他的所得 所以他就不能夠申請獨居 就是等於是低收入戶的補助 那問題是那些小孩子都不養他 幾乎是棄養他 就是棄養他 一棄他 所以他沒有人在照顧他 他又不能夠申請到 這個社會的一個救助補助 你知道多可憐 我看到一個我有時候過年的時候 都會愛心宅配您載給他 他家裡就是你很難想像 台北市還有這樣的一個獨居老人 家裡面就是裝滿垃圾 也沒人去看他 然後只要一個便當給他 你知道他就多麼心滿意足 那樣的感覺 那剛剛又看到小翔 這樣的一個故事 有很多的小孩子是一件衣服 幼兒童裝就1萬多塊 1萬多塊可以夠他們 真的吃喝不曉得幾個月 這就是如何去照顧到實際 能夠去照顧到弱勢族群的那些人 這才是最重要的 素如談的微觀性的問題 不過剛才這個民意特別提到 社會救助法上路以後 其實政府有責任讓這些弱勢家庭 能夠滿足一個基本的生活水平 那麼過去政府在過去幾年縮短貧富差距 我說過稅制改革做得少 但是移轉支付其實支付了相當高的金額 對 那基本上你今天要讓政府 去對這些弱勢家庭做更積極的動作 你就必須要增加更多的移轉支付 你增加更多的移轉支付 又回來一個非常嚴峻的 挑戰性很高的總體的問題 就是要不要加稅 那你政府現在 在現在的環境下 你政府敢不敢加稅 政府加稅舉不為堅 我們隨便買一台飛機 這些小孩就全部都有桌子可以用 沒有錯啊 對 我們現在我們就提出來說 你需要買這麼多的飛機 你需要買F16 CD買那麼多 作為一些玩具擺在那個地方 根本也只是自我安慰而已 有用嗎 你少買一點 你就會幫助多一點弱勢家庭 可是如果你政府真的這樣做 但民進黨又有話說了 又開始說 出賣台灣啊 慶州賣台啊 不是又來了嗎 所以今天這個問題啊 剛才提到了加稅的問題 我也很直接了當地說嘛 單單你一個企業保留盈餘 要不要加增10%的營所稅 民進黨的黨團柯基民 都站出來反對啊 那反對的背後是誰 就是大企業財團嘛 那你今天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怎麼解決加稅的問題 你沒有加稅 政府巧步難為五米之催 你怎麼去更有力的 更積極的 更全面的 去幫助這些弱勢家庭脫困呢 對 所以他這些東西 他其實剛好是一個綜合整體的 那我們看到了 其實最感悲傷的 剛剛大家聽到了 其實這是小朋友 小朋友生活他的教育 然後他由這樣的環境出來 他世世代代是不是一直 得不到好的教育 然後就變成 相信一下 循環就變成他還是屬於貧窮的 他的後代也都這樣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嚴肅課題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來討論 謝謝